今天一整天都聽你們講好像北部空氣比較好 其實我有點懷疑為什麼會講北部空氣 尤其像我們桃園 我們有之前我們在觀音有反一個練習場的活動 就是忠祐有要把練習場移到觀音 那目前那個是暫時停下來的 那他也要在那個大盆練 目前我們觀音有一座大盆能活力發電話 它是燒瓦斯的 那目前它是六座 它要擴充成十座 所以剛剛你們講說那個台中的時候 我想那四座是不是請台電授羽 那個紅桃園電力有需要到這麼多嗎 因為它原來的用氣量只有100多萬噸 現在要提升到400多萬噸 那我從它的那個環瓶資料裡面看到就說 那個雖然它燒瓦斯是比較乾淨的 但是它還是有二氧化氮是不是 那個的排放問題 那我們再去探測它這個說明會的時候 那個新烏箱 它就大談它是在觀音單師 新烏算是它的下面那個位置 新烏箱有一個箱代表就講說 新烏箱您的肺癌率是全國第一的 但它這數據不敢講 所以我在想這個到底跟這個 你們剛剛講那個到底有沒有什麼關聯性 所以這個數據可能我回去桃園以後 想要跟各位再多請教一下這方面的資料 謝謝 謝謝 還沒有 其實剛剛桃園的這位朋友他提到的說 我覺得蠻重要的是 我覺得我們的政府真的把我們訓練每個都成為各式各樣的專家 本來我們都看不懂這些數據 然後現在我們都非得硬要去看這個黃瓶書 黃瓶書又很厚 對不對 它裡面雜一雜杯一大堆有的沒有的這些東西 光是你看PM2.5它的前期有多少短 我們根本就搞不清楚 像我自己住在斗六 然後我知道斗六是這個雲林地區最高的 我就是很很訝異啊 那可是臺村就說 那這正好好像跟我沒關係 可是事實上我們又要知道又有地理環境怎麼忍了 哇 我們又是地理專家 我們又是氣象專家 又是公共支援這樣 可是這個是非常困難的 在我們面對打戰的時候 我必須說在環境運動是一個打戰的過程 但是這個打戰的過程當中 如果我們有越來越多的戰友 我們越來越多不一樣的戰法 我們才能夠 事實上 我每次去參加這個六親的那個環境監督委員會的時候 我看到他們擺出來的那張是幾百個博士坐在那個地方 然後呢 我每次提出來一個問題 他們馬上又就可以有很 不是比目 就是什麼樣 真的 你看我們是非常辛苦 所以我們能夠希望有更多的合作 那至少在資訊合作這件事情上面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什麼好的看法 我們說我們怎麼樣把這個資訊合作建立起來 否則的話 像最近 像那個 這個中科世襲的問題 很可能就會變成 彰化跟我們雲林中間農民之間的衝突 因為資訊網絡沒有溝通嘛 然後他就弄 玩弄這中間的矛盾 那這就會變成是未來的問題 請到在座各位有沒有 有人願意正對這些部分再提出來 我們一起討論有沒有 最後一位 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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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一起來 一起來 感謝 我常在說,我還有感到,我剛才台中港,我高美私階的舉手演,常常南方,參加環境研討會,大家很認真,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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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的,越來越多, ,我自己每一次,每一次大家春樂壺就來,我其中的手, Zw い覽,環境這樣跑,這個主要設定一 credit,有三者啦,產業界很多人abled台灣的經營資刑, barbar家chau 那種老先生說他在經營資訊 他要做全世界最好品質的那種化工廠 去他還要求國教育 獨自一般的那種 我們現在做這六斤 那個什麼 那個館長 他在做的 怕有人才會贏 他要做一個 我現在說的重點 產業界 各種我們都知道 再關 所以你代表控制也不敢說 現在產官學學術界 我跟我們很多學術章籃都沒辦法 講的都認真理 我現在講的就是夾MG 還試了一些 火力發電廠還開 我現在的數據 監測船比以前更好 我就說就是一個擔任監測船 現在還拿錢的監測單位 都要跟林郎智 監測的人 每年都要開我們的環境報告 要我們的環境評估集中報告 拿錢和林郎智 還要跟他掌握 我們一年拿很多錢 這個保温大家要注意 像打電話沒有 環境邪速蟑螂要抓出來 這樣就排隊好 就是這三個結構 旁邊像我們老天氣 我們知道 官員 很多拍官員 我們也知道 這個環保蟑螂 學術這堆蟑螂 夾MG 沒有好好利用 謝謝各位的快樂 謝謝 謝謝 對不起 還有問題嗎 我能問到也發表一些意見 我來自新竹公園院 我是能源與環境研究所 目前在那工作 我第一次參加這樣的環境會議 雖然我本身一直在能源和環境這邊 今天來讓我非常的感動 大家都這麼有心的 在對生態和環境做出這麼多的努力 那我在這邊提供一些我的 一些觀念和想法 因為我們常在跟能源局這邊 做一些接觸等等 所以說一般的能源的應用 這樣子講 台灣有95%以上的人員是進口進來的 那進口不是進口原油 煤炭 不然就是天然氣 那我們今天一直在探討說 台中火力化電廠希望讓它南煤 南天然氣 那 目前的規劃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台中港貴建港本來就是為了要運送煤炭 那 那在我所了解的 在星達在巴黎都有 液態瓦斯 就是LNG的那個收集站 那在台中的地區有沒有 我們一直在要求台中火力化電廠 把南煤炭改成天然氣的時候 在這個部分有它能夠多大的容量來容納這個天然氣的那一個 這個是我們應該也要去留意去注意 而不是一昧的去要求 但是我們沒有去思考 在這個地方應該要怎麼樣去編列經費 你對中央來講 我們聯絡法律法委員 對地區地方來講 市議員 這個部分我們怎麼去 監布他們去編這個經費 才能夠擴充 我們才能夠把煤炭改成天然氣 這些方面 提東均分享一下 謝謝 謝謝你提東均 謝謝 那我先進去最後 兩位就三點 並回答問題 並做個結論 我先回憶一下 那個除氣草的部分 台中港 它有大型的 那個天然氣的除氣草 而且是緊鄰在火力發電廠旁邊 這一個 第二個呢 台中火力發電廠 它是1號到10號機組 它明年開始 因為1號到4號是老舊的 所以要泰換 然後它泰換的計畫 還要買藍煤的 這樣知道 已經要重新買了 台中人都知道 已經要重新買1號到4號的機組 但是它還要買燒煤炭的 已經要花錢買了 所以現在就是為什麼 我們這麼積極要去推動說它改天然氣 你都已經編列預算要買 那旁邊就是天然氣的除氣草 你當然要買天然氣的 怎麼會再去買藍煤的 這個部分 最後就是 回應一下 我們在產業的 或者是官員跟學術的部分 只有說我們能夠喚起更多 學術界的一些 一起來加入NGO的行列 我覺得這個才能夠避免到 劣地去驅逐良地 那這是以上的回憶 謝謝 早上聽莊教授說 有台中的空氣很不好 然後師母說 有不考慮搬走 然後剛才聽我們張英文的書跟說 他的小孩因瀕臨要接近那個 是不是去巧牙那個地面 那我是在我的小孩們 多歲的時候搬到高雄 兩歲半的時候 我被醫師確診 他是過我們心情長的 所以其實心情都很痛 那我已經沒有時間去小工五三千人 我的經濟能力 也沒有離許我搬到台北市 相信在高雄多數跟我同樣處境都有同樣的問題 所以我這句話 源頭盡量很重 謝謝 我想我們知道我們所呼吸的空氣是這麼糟糕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很難過 可是我覺得 某個角度來講是 從空氣電視來講是好事情 我為什麼說這是好事情 至少我們可以肯定一件事情就是 不管有錢人 或者是像我們這樣的普通人 呼吸的是同樣的空氣 那所以這也真是我們在環境運動上面 面對私利的空間 只有當我們把這樣子的資訊 跟它是同步的時候 就有機會 我知道幾次志豪他其實是願意去跟企業界談 那我們過去都把企業界形容成這個萬惡的元素 可是其實環保特點一點都不擺上 那志豪他們願意開始去跟這些企業界來談 其實企業界如果能夠讓他注意到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我是覺得還是一樣的 當我們的民眾能夠正確的 即時的 有效的得到這些 跟我們的生命 身體 健康 環境有關的這些資訊 這應該是很重要的一個策略 所以也在這邊好 故意大家好 就是看我們想盡什麼方法 你有認識商界的朋友 你有你多花點時間讓他認識一下什麼叫PFV 你有官方的代表 你讓他換其他兩期把這些資訊給我 如果你有這些學界的請他不要只為了錢做事 可以真正的把好的這些資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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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copic 谢谢观看